红米6杂核桃测试屏幕完好 6月12日红米6正式发布 该机的售价是799 发布会结束之后 想必总裁林宾晒出了红米6杂核桃的视频 表示红米6的质量杠杠的 如图所示 红米6用屏幕杂核桃后完好无损 官方强调产品质量 对于红米用户至关重要 红米手机经过了14571项品质检测 与小米旗舰级系列有同等标准 严格筛选供应商 70%以上的供应商都与苹果供应商重叠 此外官方表示 小米还设立了庞大的质量委员会严格签读 针对每款机型的四角 都进行了超标准的额外加固 提高其坚固度 关于品质 小米科技CEO雷军还为剧总监 创新决定飞楼高 品质决定走楼远 品质和创新一样的重要 品质决定争 gentleman 品质决定是有数损失的赚 品质和古顶连当然是有数损失的赚 品质和古顶连